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支港股通的新节目 我是梁耀康,Dave 首先,欢迎大家,如果有股票问题 欢迎在Facebook留言 节目结束后,会解答大家的问题 事不宜迟,首先看今天港股走势 看看恒指日线图 从恒指日线图看得到 恒指日线图升至155点 有得升,不差 相对上,内地股线来说 今天是要求低位下跌 但恒指日线图看得到今天的形态 看得到很明显的上影线 反正上方的沽压是很大 今早开完后,恒指上升至380点流上 原因是10点之后,内地出了经济增长数据 第三季的GDP增长,差过预期 只不得4.9%增长 市场预期大概有5.5% 甚至有些是5%流上 差过市场预期 市场上也有些人担心内地的经济增长 是否没有预期中的反弹力那么大 令恒指10点中,和内地股市10点之后 慢慢有一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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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 我们看到恒指暂时仍然在上升轨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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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地股市的走势也不是做得相当英俊 是在偏低的位置收收 内地股市仍然在环行区间上落 只不过在假期后 仍然维持着相对上扎幅 明显是一个比较偏弱的形态 特别是在公布的GDP数据之后 无论在内地股市甚至在美国股市方面 隔晚来说是曾经冲过上去 都是下来的 所以在内地和美国股市 相对上暂时显得偏远的压力下 恒生指数是否能够这么有力 可以升破到甚至扩纳到 一个头肩底的利好形态 暂时抱着一个怀疑 有待观察的一个情况 最初步看看能否维持着上升轨 就算连上升轨也维持不到 再跌下去 很明显要试24,000点的心理关系支持 如果再找不到的支持 甚至乎有机会试下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首先要看着上升轨 先说完大市 先看看今天一些比较重要的 如何可以支撑造大市 主要是靠内银股 内险股 以及iPhone概念股 支持支持支持股市 例如公行 公行今天也在升3.5% 升势不是今天开始升 也是价后升 看这个升势之前 我们要推后一点 它一直跌下来 为什么会跌下来呢 一来是担心内地经济 会影响到盈利能力 另外就是 之前是再跌一层下来 坐下一层下来的原因 其实就是内地要这些大型银行 要让利 市场担心 其实那个盈利 已经不是这么理想的了 那个情况 还要让利 会否担心 有些可能甚至乎 会担心国家银行 会否会蚀钱 亦都有些市场会担心的情况 但是 之后 其实又有消息传出来了 其实都可以让你们放松一点 不用养那么多 令到其实内银股 其实看到有些资金买本动力 还有今天也有些券商就说 其实由于内地的 都放宽了 让他们不用养那么多 有机会 第三季来说 他们的利润可能有惊喜 令到那个股值有机会收复 都不出奇 使得有些资金流入内银股 甚至乎内险股 其实今天都是一个支撑大市的动力 但就要大家去留意 到底这个是不是 一些那么实在的支持 其实大家也要抱回一个疑问 其实我们看回内银股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用PB 去看 很多时候都低于1 甚至乎 最近很多都低于0.5 可能你会叫做一个很抵买的情况 如果你真的从这个PB去看 但它本身其实很多因素 仍然是未消除 譬如说 到底会不会是一些 其实说 债务问题 可能一些额画涨会不会升 因为经济 其实其实 虽然说是慢慢慢慢 一直在复苏 但始终其实有些公司 未必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这么快回复得到 甚至乎未必能够回复得回 另外来说 譬如一些大的一些内银股 内地的房地产股 其实也有一个资金压力 到底譬如一些比较少型的企业 甚至乎一些是民营的企业 会不会其实都有一个资金压力 令到其实银行的坏涨 也有一个压力 就算是甚至乎会不会有一个 其实是很久之前 甚至乎近期亦有些 会否要他又吃一些债展股 令到其实他的外华涨不会升 但其实他是吃了一些 不良的一些顺态 其实也是有个市场担心 所以令到其实 那些老人股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受压 所以其实这一浪 冲上来 大家都要保持着一个戒心 另外来说 其实去到21日开始 其实那些老人股又会公布 来到第三季的业绩 也会左右回落人股的走势 所以说大家如果短期上 抱着一个短炒的心态 其实落人股其实可以留意的 但如果你真的看回长线一点 就要抱着一个戒心 因为这个始终的基本因素 都不是十分明朗 说完内银股来说 其实另外也有些板块是值得留意的 因为其实今天公布完GDP的数据 其实另外也有些其他的数据 也都公布的 我们看一下 其实特别是一个板块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一个燃气板块 其实今天来说 燃气板块 很集中在一个上涨的情况 燃气板块来说 其实都跌了很久 因为由年头开始担心经济 因为燃气股来说 其实一来 主要的收入来源是靠两方面 一就是消费 就是普通居民的用气 另一个就是工业的热用气 因为经济不好 就会影响到工业用燃气 所以令到股价很明显受下降 由年头开始 但是今天看到燃气板块 其实也有一个集体上涨 大家可以留意 其实会不会有一个 可能是一个短期 或者是一个中长期的转势的机会 因为其实今年看回 比如说工业的增长值 增加值 其实都会比市场预期 到底其实工业的情况 是不是已经开始慢慢慢慢一路好转 令到工业用的燃气 可以有机会增加 从而带动一类的燃气股 另外来说 其实资金 现在看到有些情况 就是有些新经济股 之前升降一轮上去 就可能要流入一些旧经济股 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燃气板块 其实都可以归类 或者相对上 有一些内需概念 也算是偏向一些 比较旧的类型股份 如果是有些这样的情况 流入到这一类型的板块的话 其实燃气股其实是值得去留意的 另外来说 可以留意一个 比如说 另一个就是iPhone的概念股 iPhone12其实是 那个买得其实挺好的 特别在内地 其实那个预购也爆了 所以来说 其实带动了几只 恒指里面的iPhone概念股 其实都升了上来 另外 其实特别可以提一提 今天其实是比较升得好一点的 其中一个叫做 问边拉到iPhone概念股的 就是恒騰 今天都升了大概近两成左右 但就注意一下 其实为什么它会拉升上来呢 就是说有私事公布 它会卖iPhone12的一些 无线的充电器 所以刺激了股价 就拉升上来大概是两成左右 但要留意恒騰本身是主要做些什么呢 是做些连接器 运用在数据中心的背板连接器 以及做一些记忆卡的连接器 或者是USB Type-C的连接器 它之前会帮苹果做一些耳机 但由于大家知道 苹果未来就不会附送过耳机 所以它之前发出了一个盈利警告 说它那个盈利 其实上半年都会明显倒退 到底这个的话 会做一个iPhone12的无线充电器 是否能够帮得到扭转盈利表现 大家要留意 可能未必会那么强 到底它是否是exclusive 帮它做定限 其实它是觉得这个有商机 做一个这样的产品 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 它未必能带动得到 整体上盈利的走势 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个情况 另外如果过股方面 不妨要留意这个高音零售 高音零售今天也同样升了两成左右 为什么今天会升那么多呢 就是由于阿里巴巴 其实就想着去传购 其实去申请一个传购的offer 因为它会买多些股份 所以今晚大概280亿左右 所以就刺激到高音零售 今天一开始,二口高开之后 其实就一直涌上过去 曾经升过10元楼上 但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其实它提出那个要约价 其实就大概都是8.1 就是8.1这个水平 就算我们计算去 今日的收市价是9.45 其实都高过这个要约价 所以建议如果大家真的说是有货 其实可以不妨考虑 可能部分,起码都要部分去获少少利先 如果没有货 其实就不会太建议大家去追 另外,其实也要留意一些日子 到底是否能够去成交这个交易 就会去到明年大概1月1月1月那些时候 其实就会确认到底能不能够去到进行这个成交 大家要注意 其实我觉得成交的机会就相对上大 但如果你说按回那个要约价格去看 8.1你去现水平再追入的话 其实就已经高过那个要约价格 除非你就是接驳,会不会提高要约价格 但相信机会上来说会比较低一点 因为本身就是 阿里巴巴控制着比较大的股权 你说其他人要走进去,可能跟他再去争 就是比较难一点 所以他未必会有那么大机会 再去提高要约价格 大家要留意 说完一些比较好小小的板块和个别股份 最后都和大家说一下有什么要留意的 一些比较避开小小的一些板块 特别是一些医疗器械股 以及一些餐饮股 其实今日都跌多少 餐饮股其实也是公布了那个餐饮股数据 其实就是比较预期跌得比较多小小 令到其实一种餐饮股跌了下去 另外来说就是一些医疗器械股 有主力来说 其实为什么会拉低它呢 就是因为未创医疗 其实他就会公布了有一个大量采购情况 他就主要做一些心臟的支架 但其实他就会被他纳入了大量采购 大量采购其实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官方压低了价格 然后去买很多他的产品 到底其实他压完个价格 多了个量之后 对公司的盈利实际上有多大影响呢 大家相对上比较关心 所以令到其实今日的股价 其实都跌超过一成 其实现在市场看股 有些股去大概是跌 有机会会低三四成 有些股低部分产品 甚至负购低到降价 去到七成左右 这个其实对他本身的盈利来说 其实都会有很大影响 因为他在心臟的支架 那个线上占有率 其实相对上比较大一点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的主要收入来源 在大幅降价之后 对他来说未来的业绩情况 会是怎样呢 要留意着几样东西 港股和美股方面 一个就是美国的总统选举 其实就越来越近 其实也都看到 越来越多消息会流出来 比如说是近期来说 其实拜登明明那个 选前都是民意调查 其实都是领先 但我们看到近日 都慢慢慢慢有些负面消息 比如说关于他的儿子 会不会跟乌克兰有些国重事物 又或者是他本身是家族的私生活 亦都是受到社交媒体 或者是美国一些媒体的关注 令到那个领先的情况收窄到 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市场上 在关注着 另外再短期一点 其实要留意一下 其实第三季的业绩目标是港股 甚至乎美股 其实他都会接近会公布 比如说是Netflix 他接近会公布 Tesla 近期来说 显得好多的新能源汽车股 亦都带动香港的新能源汽车股 去升上去 其实未来都会公布业绩的 两个其实在20和21的日子 其实他已经会公布了 所以大家要去留意一下 特别是这两个近期的因素 去左右股市的情况 还有再去推远一点的 就是那个疫情的发展 因为去到年底来说 越来越多公司其实都已经开始做那个budget 比如说今天其实都有一些公司会发了NOTUS 比如说是国态 他都可能说是未来有支会裁员 甚至乎他在说明年营运的情况 他会期望去到怎么样 因为疫情 所以其实未来越多公司会就着未来的情况 去做一些预估 特别是你要留意一下 美股的情况 他其实是现在在一些责幅上落 他能不能够向市场突破 要多看回来的第三季的业绩公布 以及最重要的是前前性指引 因为其实公司开始pricing 未来的疫情的情况 如何对公司的盈利影响 就会在特别在盈利预估方面 相信市场会比较留意 所以更加会影响到股份 甚至会推动到大市的走向 大市和股份分析 暂时就到这里 我们看看观众有没有股票的问题 我回答大家 我们回答大家的问题 有家庭观众问责981 我们开回981的股图 我们回答大家的问题 有家庭观众问责981 我们看到981今天来说 都升3.5% 其实我们又要回答 其实为什么981之前才那么厉害呢 其实主要由于它回归A股 其实它回归完A股之后 其实它一直一直拆下来 是一个实际上的股值 因为它之前也有些美国禁运的消息 去影响到令到股价受压 其实它在上面 也是一个挺大的烈口阻力 短期来说 我们看看它能不能够修复 上面的下跌烈口 如果它真的能够修复的话 走势来说 有机会就会转好 但是长远来说 它本身的公司是有增长的 其实是不错的 但是始终 它很久以来的历史也是的了 其实它也要集资 集资又起一些新厂 去做研发 因为其实这些 都要叫做一些新类型的工业股 虽然它做一些半导体 但其实它也是一种工业类股份 你看它能不能够有一个很高的增长 一来你就要看它开发的进程 比如说它能不能够是14纳米和7纳米 它能够投产多少 另外它的 demand有多大 到底它能不能够有很大增长 又要看它那个capital expand 会不会起多些厂 其实这个也会影响得到它 但是你看看中期来说 其实也是有一些其他因素 影响到它的是什么 因为内地其实是批准了一些基金 是很多很多企业 不同企业也会投入 研发半导体 其实短期来说或者中期来说 其实有机会打乱了 其实本身里面的一个生态 大家要留意一下 其实会带来一些什么影响 但相信来说 其实普通公司转型要去做半导体 其实不是这么容易 中心来说 在内地 仍然会有一定的优势 所以慢慢来说 其实我会觉得 其实仍然是有它的吸纳价值 但是你不要期望它有机会 短期会很快就升得上去 比如说44元这些位置 可能由于它这样跌下来 它也要再横行一段时间 你看一下 如果真的还没买的话 不妨等它会不会突破短期 这两个月的横行区 才再考虑 如果有货的话 不妨先拿着 除非它跌下来 下面这些横行区支持 你才考虑 会不会是部分沽售 甚至你沽也未必需要完全沽售 暂时来说 我们就这样看 好 再看看其他观众 小米的横行区 小米的横行区 都在跌四点几个% 有些券商都发报告 其实华为的荣耀 都未必会退出手机业务 荣耀的品牌 都会对它来说 有个很直接的竞争 如果华为不退出这个业务 就会令到小米的盈利 其实会可能跌10% 有些这样的报告出来 短期令到小米的股价受压 但我们又要看回 其实小米这一浪升上来 其实始于5月 5月那时是什么原因 它升上来呢 就是由于公司的股份回购 跟着就是业绩公布 其实是拉动了它上来 其实小米公布投轮柜的业绩 其实真的不差 它那个手机的销售业务 叫做轻微 只是轻轻地跌了 另外它在外地的 卖过手机和市场占有率 其实它仍然是做得挺好的 还有看回它的电视机 IoT的业务 都是继续卖得到 另外就是互联网业务 在刚刚之前那季 其实仍然都是有20%的增长 所以看到其实业务来说是做得OK的 为什么近期来说 开始会跌下来呢 主要是去到这些位置 因为有高管去减持 二来其实是9月的时候 其实内地的股市 美国方面的科技股开始调整 使得小米的股价开始收压 但我们看到其实美国方面的科技股 其实是回稳了 小米慢慢慢慢 其实已经升上来的 短期来说 我们看回到大概20元这些支持位 如果真的守得住的话 其实有机会慢慢慢慢 其实也会升上去 如果真的守不住20元这些位置 先考虑看看会不会 是沽出部分去获利 好了 我们回答多个两个观众的问题 有观众就问728 其实728来说 中资战信股的走势近期都是一样的 其实都是一个区间上的运行 早前为什么要衝过上去呢 其实衝过上去的原因 其实也不是很关系728市 因为7、6、2中国联通的业绩 其实是比市场预期的 所以拉动到中国联通自己 以及中国电商 其实衝过上去一阵 但是之后其实跟着下去 都是没什么动力的 因为始终市场最关心就是 它的盈利前景 盈利前景 一个最大的负面因素来说 就是那个降费 收费限制 变成一个紧箍着盈利前景 还有之前还有一些憧憬 就是会不会快猪的数据用量 可以刺激到它的数据收入呢 但是其实我们刚刚开始看到 其实快猪已经开始商用了 那方面的收入又不是看到 有很明显的增长 除非可能有一些比较大的突破 或者会不会是车联网 甚至是一些功能强大一些的物联网 去刺激到它的数据用量 才可能会有些好一点的预期 去到现在的情况来说 现在的走势来说 未必是去买这类型的股份 反而我们看到 新经济股最近跌了下来 如果大家是没有这些股份的话 或者是持有这类型的 中资电讯股 不妨去考虑一下 趁这些时候 去匯马去一些 比较显着调整 这些新经济股 其实长远的回报来说 就会比较好一点 突然你是不停在那里搜 你又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会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表现 那我们再看完 回答多一个观众的问题 先看一下 等一等一等一等 我要拌回那个page 刚才说过了 其实608不是建议大家去追进去 刚才说过了 因为它始终都是去到8.1个要约价 如果你真的追进去的话 那个汇报空间其实就没有在 3690 好了 回答了这个观众的问题 3690 美团点评来说 其实我觉得是长线来说 美团仍然是一只好的股票 但是它是股值贵的问题 但是就要看回未来的公布的 那个季绩能不能够撑得到 它的盈利 其实市场在冲击着 几样东西 其实主要盈利的贡献 不是再看外卖方面的收入 外卖方面那边 其实是已经有个男童在 在这里 其实它已经是 勾拉了出来 想去到哪里 另外 其实最主要 还有它的 真是它的 它的贡献 其实是 好看它的 譬如说 去帮它订阅酒店 其他相关的 其他方面的收入 去到第一季 其实就一定是做得不好 但是市场 其实又不是说 真的这么重 看到它 那个业绩 其实不是说 做得那么业绩的问题 反而它是 看得到 长期的情况 到底它随着内调的疫情去改善 那个业绩会不会好转 而且它慢慢慢慢开始 刷入金融业那方面 但是市场最后看 在金融业方面的盈利 其实会不会带动得到它 另外一个 其实就是市值的问题 有些人就会看它 现在的市值来说 其实跟阿里 以及腾讯 其实都仍然是有一段 颇大的距离 其实现在反而是更加多人 在未来的季 例如在酒店方面的业务 例如在酒店方面 带来的收入的业务 以及在一些新的业务方面的带动 能不能够继续保持到 未来的增长 以及现在很重要的 看它的股值 市值 所以为什么浪量上去 其实都不跌下来呢 就是那些人是慢慢慢慢的 在价值 但是如果看它的短期走势来说 你看到大概240元 这些水平能不能够守得住 如果真的想买入的话 其实都是在近这个水平 才考虑买入第一柱 你看看是否能否守得住 守得住 或者守不住也好 其实这个应该是 未买完应该是第一柱 你会考虑买入的位置 如果未买就先看240元 如果真的买了的话 你亦要看240元这些水平 能不能够守得住 守不住才考虑下一步进行策略 我们的节目暂时到这里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